2009年诺贝尔奖得主Venty Ramakrishnan是一位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并担任生物化学教授 对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的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利用遗传信息制造生命的蛋白质 这一过程与衰老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9年他与Thomas Dites和Ada Yonoff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Ramakrishnan除了在学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 他还担任着许多重要的职务 如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美国科学院和印度科学院的院士等 最近Ramakrishnan在他的新书我们为何会死 衰老的新科学与对不朽的追求中分享了他的五个核心观点 首先人类对死亡的认知是独特的 这种认知驱动着我们前行 其次不同物种的寿命差异极大 这主要是由于净化优化了我们的适应度 然后人类的寿命有一个自然的极限 但未来可能有可能突破这个极限 接着我们对衰老的理解有着奇特的起源 如DNA损伤是衰老的根本原因 这一观点源自Hermann Mauer 最后 常识性的建议比抗衰老药物更有效 如定期锻炼 健康适量饮食 保证充足睡眠等